花季老头用邪术救亡妻 亲手摔死宝贝孙女陷阱 却招来恶魔变本家里 为此他贡献肉身垂死风云 没想到贪心富豪却对尸体心存爱意 直接将不值钱的蓝宝石剪下摔碎 殊不知面文残疑就在此刻成功偷袭 这就是2023最新恐怖大骗 真正的全城高明 昏暖的老宅子里四处画脉符咒 一个花白老人正在潜心驱没 突然去世多年的老伴出现在面前 老者深知这是恶魔的鬼把戏 随即翻开经书念诵驱魔咒语 没想到上面的字符却消散开了 接着恶魔又化身成小天使降临 蛊惑他献出肉身方能复活妻子 老人犹豫片刻走出法制 把自己献祭给了恶魔 随着黑烟的无亲 老人的意识逐渐模糊 但他还是靠着最后一丝理智 抽出腰间法器 刺激了自己胸膛 恶魔发出痛苦的嘶吼声 想要抽身离开 还好老人在弥留之际 紧握胸前蓝宝石才将其完全封了 画面一转 卡尔带着妻子回家看望老父亲 老人看到久违的儿子喜极而泣 殊不知对方此行并有目的 只想尽快抵押老人房产 偿还巨额贷款 毫不知情的父亲 热情地招待了夫妻俩 这时病医院突然打来电话 说刚送来一具尸体 需要老人掩尸 原来老人是小镇上有名的法医 为了紫城复业 他便把儿子带到了地下停尸房锻炼 病医院是老法医的弟弟 也就是卡尔的叔叔 他先将尸体搬上解剖台 随后便把老哥叫到外面唠嗑 离开前老法医让儿子先行练手 卡尔心存不愿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死者便是电影开始的驱魔老头 他胸前插着驱魔匕首 卡尔作为小白 看都没看就将其直接拔出 并随手丢进了旁边水槽 接着他又剪开老人衣服 看见硕大的蓝宝石吊坠 男人剑裁起义 就在他剪断项目上 不多时灯光恢复照明 而老法医也正好反了回来 看到父亲 卡尔慌乱不已 为了不被发现 他只得将吊坠踢进地漏 这时老人尸体突然一阵抽搐 心虚的卡尔被吓得魂飞颇散 老法医感知儿子的恐惧 也不再抢人所难 便让他回家休息 儿子走后 老法医发现了水槽里的匕首 看着手柄上被水流冲刷干净的符文 老人顿时一脸凝住 惊艳告诉他 这并非义其普通自杀 于是他便来到书房查阅相关资料 回到家的卡尔突然听到周围传来怪声 只是一番细细查到后 却一无所获 怀胎八月的娇妻被胎动吵醒 起身来到厕所舒缓心情 没想到刚走出卫生间 身后的灯光却再次亮起 女人窃窃地上前查看 死去的驱魔老头又突然出现 娇妻被真实的噩梦直接吓尿 殊不知床单上却残留着大片靴子 此时一夜无眠的老法医仍旧一头雾水 为此他找到了好友神父询问刀柄上的符文意思 对方说这是一种古老的封印符罩 能够将恶魔封印在驱魔者体内 但是必须要蓝宝石配合方克大功告成 然而死者身上并无此法宝 老法医便以自杀了结了此案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邪恶力量早已被贪心儿子释放了出来 此时家中的娇妻突然从黑大衣后 发现了一双白细眉腿 他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 便拿起相机对着大衣记录美好时刻 没想到却从视频里听到了清晰的求救声 此时的病员正在车上苦等卡尔 却无意接到了侄子的催债电话 从对方口中他得知卡尔回家的真正来意 随后就怒气冲冲的找到哥哥 并把卡尔用房子抵债仪式说了出来 老法医听后满脸失望 不知情的娇妻和卡尔大吵一架 在了解了丈夫的经济危机后 女人坚决反对抵押老宅 但还是决定和他共度难关 并要求卡尔明天务必向父亲牌礼道歉 此时的父亲正在工作室伤心难过 虽然不知道儿子身上发生什么 但他还是决定助儿子一臂之力 突然走廊里传来一阵诡异声响 密闭房间里窗帘无风自动 大门也诡异的一开一盒 接着忽明忽暗的灯光 老人隐约看到了一个巨型怪 他害怕的向门口跑去 可房门却偏偏无法打开 这时四周一片死寂 老法医赶紧拿起提灯 第二天卡尔早早来到工作时向父亲道歉 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一具冰冷尸体 叔叔认为是卡尔抵押房产 逼死了老哥将起一顿丑骂 卡尔看着抵押书上父亲的签字 也是后悔不已 可葬礼上他却魔证的突然离开 然后慌不择路的跑到房间抓狂 突然无外传来动静 卡尔惊慌的开门查看 随后他就被诡异符号迷得忘乎所以 此时楼下的娇妻正停着大肚子忙个不停 突然一个脸色惨白的女孩 乍现眼前 就在她转头的瞬间 女孩却跑到白布后面 弯起了躲猫猫 娇妻慢慢靠近 可女孩却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女人壮着胆子掀开白布 后面也只不过是一面镜子而已 再一回头客厅里的人全部定在了原地 可镜子中却一切正常 就在女人纳闷之时 一个白布从天而降 这时周围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女人看着人们奇怪的目光仓皇逃离 在门口她见到了正在发呆的卡尔 面对妻子的询问 她却一声不吭地回到房间 深夜卡尔被诡异声音唤醒 鬼使神差地来到客厅勾勒法阵图案 可完成剧作的卡尔 却好似大梦出现 地上的法阵也消失得干干净净 她急往回到卧室将此事告知妻子 由于最近怪事频频出现 两人就打算尽快离开 可卡尔却在驱魔老头的遗物里 发现了那把符纹匕首和一串钥匙 出于好奇 他便来到了老人家里一探究竟 房间里画满了各式符咒 卡尔打开录音机 里面传来老人生前最后一段录音 老人说 他做了一个错误决定 因为受到恶魔哄骗 将其召唤到了人间 这是地上的法阵图案 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个与昨夜噩梦完全相同的图案 卡尔俯身查看 却在地板下找到了一盘录像带 他随即打开观看了下来 通过老头的讲述我们知道 他找到了复活老伴的方法 现在只需让孙女作为媒介 就可大公告成 女孩按照指示站在符咒中央 在咒语的作用下 她慢慢起飞 就在老人庆幸实验成功之时 一阵恶魔的低语 顿时让他倍感不灭 突然老人被一股神秘力量甩一飞树 同时女孩也被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而画面里却出现了一个恐怖身躯 此时家中也来了一位不俗之客 老太太说 她的老头前几天被送到这里 来此主要是想见老伴最后一面 女人同情心泛滥 直接带老太来到了地下停尸间 没想到刚拉出尸体 她就突赶一阵钻心腹痛 老夫人似乎早有预料 声称只有烧掉地漏中破碎的蓝宝石吊坠 就可彻底免除疼痛诅咒 女人慌忙捡起吊坠 放在火上灼烧 哪只宝石里的符纹刚被点燃 凤硬恶魔的老头尸体 就跟着燃烧下 而白发老太却变成羊口恶魔嘶吼挑战 女人冲进电梯颤抖着想要按下楼层 好在恶魔并没有赶进杀局 女人顺着电梯顺利返回楼上 却发现自家老宅变得破败不堪 地板上的诡异法阵清晰可见 大妹也被牢牢锁死 女人不知所措想给卡尔打电话求主 可手机却诡异地飞进了法阵正中间 里面传来卡尔的诡异小声 女人害怕地钻到餐桌下避难 就在她放松警惕之时 恶魔老太又突然出现在身后 在尖叫声中 卡尔终于赶了回来 看着满地狼戒她大呼妻子名字 这时那个诡异女孩再次出现 而妻子就躺在一旁的沙发上 卡尔急忙暴起妻子试图离开 没想到刚走出房间 妻子却消失不见 无论重来几次 结局依旧相同 女孩只向窗外欢笑的孩子 卡尔顿时明白其中深意 原来恶魔想借妻子腹中的孩子重返人间 女孩见男人不愿发出刺耳尖叫蛊惑 等到一切归于平静 男人将叔叔找了过来 并一起重新观看了那盘录像带 叔叔得知恶魔作怪后 第一时间找来了神父帮忙 等三人来到地下停尸间 老人尸体早已化为灰解 神父将破碎的蓝宝石吊坠重新修好 又让卡尔收集老人骨灰布置圆圈法阵 等恶魔靠近时 再用驱魔匕首将其杀之 就在这时恶魔突然破门而入 一下就把神父干翻在地 看到恶魔已经降临 叔叔两人急忙跑到大厅 卡尔用老人骨灰在地上撒出圆圈法阵 没想到身后竟出现了父亲深意 卡尔身先自责情绪失控 就在他上前表达歉意时 叔叔一把将其拉住 并表示那一切都是幻觉 他先将修复好的蓝宝石给卡尔带上 又将驱魔圣经递给他防身 自己则抡起棍棒辅助 叔叔这恶魔早已来到客厅 对着他就算猛烈攻击 看着叔叔被拉走 卡尔也只能无奈地处在原地 本想念诵圣经驱赶邪随 没想到娇妻却捂着肚子走了过来 还没等他说话 房门就被强大力量直接关闭 门后传来妻子的惨叫声 卡尔心急如焚冲出门外 看到妻子正漂浮在二楼窗户 他想伸手去救 无奈心有余儿力不足 只得翻开圣经不停念诵 可经文却变得模糊不清 为了救下妻儿 他闭上眼睛开始默念心中内容 果然念了没多久 恶魔便迫不及待地钻入他的口中 卡尔尖男的捡起驱魔匕首 想要通过自杀封印恶魔 没想到手中匕首 却突然腾空而飞 卡尔尖男的朝着匕首爬去 可此刻的身体 却再也不受控制 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 还剩一口气的叔叔从门后出现 他将匕首递给卡尔 卡尔以为恶魔疑似 可叔叔却一脸得意地说道 你本就不应该走出那个捕灰圈 卡尔转头发现了 那个掉落在地的封印宝石 而他的叔叔也早就死在了不远处 一切的一切都是恶魔制造的幻觉 就这样卡尔死在了这场幻境中 画面一转 女人从餐桌下醒来 看着整阶明亮的房间 她以为刚才就是一场噩梦 女人示然地走出房间 正瞧看到卡尔站在不远处 两人欣喜地朝着彼此走去 可下一刻 女人就觉察出了不对劲 爹 对不起 我 蛋 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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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